2021年1月6号晚,美国的国会议员在暴乱稍微平息之后重回议事大厅,经过一连串辩论与表决后,主持参众两院联合会议的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凌晨宣布,国会确认各州选举人团早前的投票结果, 确认民主党拜登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了去年11月3号举行的总统大选。 随后,经过一番纠结的特朗普通过其幕僚之手发表声明,承诺将会有序过度交接美国总统职位。 至此,这场轰动全世界的美国大选看似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之所以是看似,在小编看来,其实说是省略号更为合适, 因为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充斥着对新总统的质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讽刺,以及甚至还未结束的暴力冲突。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经历了这场权力交接大戏,满目疮痍的美国留下了哪些伤疤,以及未来该如何自愈。 拜登可能赢了,但我绝对没输。 特朗普虽然愿意交接过度,但是很显然,他没有认输,或者说,他觉得他号召千万人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攻入自1841年建立以来,象征着美国政治中心的美国国会大厦,是一次伟大的壮举。 但就是这个壮举,终于打醒了神志尚存的美国人。 美国国会级别最高的两名民主党议员呼吁,通过第二次弹劾,或者基于美国宪法中的一个条款, 在副总统和多数内阁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将精神不健全的总统罢免。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也呼吁罢免特朗普。 面对这样的罢免声浪,特朗普在1月7号晚间发出的一段视频中, 首次公开承认将会把权力移交给拜登。 除了这一波又一波的罢免提议, 对特朗普造成另一重大打击的还有身边曾经坚定的支持者们的不告而别。 在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后,立刻引发了一波辞职潮, 数名白宫高级官员相继辞职。 比如,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幕僚长格里沙姆, 白宫副新闻秘书马修斯,白宫社交秘书尼斯塔, 目前担任美国驻北阿尔兰特使的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 也在星期三晚间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辞职。 这还不算完,美国交通部部长赵晓兰随后也宣布辞职, 成为了首位在国会沦陷事件后辞职的内阁成员。 赵晓兰在辞职后留下了一个词便是困惑, 她可能不懂她辅佐了四年的总统为何落得如此结局。 现如今的美国政府用支离破碎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但是,这并不足为惧, 因为十几天后上任的拜登将会重新组建属于他的政府, 但是,这场史无潜力的暴乱, 对民主的侵害可能将会再入美国实测, 成为永恒的伤疤。 美国副总统彭斯直言这是最黑暗的一天, 后任美国总统的拜登更是称这场抗议暴动为造反。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表示, 冲击者试图扰乱民主, 前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称, 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比尔·克林顿表示, 超过四年的有毒政治和虚假信息造成今天的局面。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发表声明称, 一个耻辱的画面已经呈现在世界面前。 是的, 曾经以民主自由引以为傲的美国, 彻底让全世界大跌眼镜, 成为了赤裸裸的笑柄。 英国首相约翰逊称此为可耻的景象, 并呼吁美国和平与永续的权力移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加拿大人对于这场对民主制度的攻击感到极度不安。 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和智利总统皮内拉 均对这场骚乱事件表达了震惊和谴责。 不管是美国的盟友、小弟还是敌人, 都在注视着美国国会发生的一切, 发出一声遗憾的叹息或者轻蔑的微笑。 美国在这里丢失的形象与尊严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重新拾起。 尽管如此, 这所有的围绕着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抗议暴乱会就此结束吗? 特朗普在同意自己交接权力的声明中留下了一句话。 他说, 这虽然代表着美国总统史上最伟大的第一任期的结束, 却只是我们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奋斗的开始。 是的, 尽管他的幕僚们纷纷辞职抗议, 尽管国会议员们围坐抱头痛哭, 此刻的特朗普还不忘煽动情绪, 给自己的支持者不断洒下再次暴动的种子。 距离1月20号的权力交接还有12天, 这12天是否会风平浪静地度过, 还是会再次出现暴力威胁, 续写这场已经举世罕见的历史事件,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